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中间键 其实有了Express之后 我们再介绍Core2的中间键就非常简单了 其实嵌入点还是这个 就是APV的Use是什么 然后Next到底是什么 有了这两个嵌入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中间键给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就就着现在的代码介绍就可以了 没必要再去专门去演示一个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上一章讲Express的时候 已经把中间键给说的很明白了 所以说这儿的中间键和Express中间键非常相似 我们直接去代码也试一下就好 首先就是APPV的Use就是注册中间键 对吧 这个基本的逻辑和Express基本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Express怎么实现中间键我们都已经代码分析过了 所以说这儿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注册中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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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后面的路由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logger logger这个地方注册中间键 然后这个Next Next的这个机制和Express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通过Await来去执行Nex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每个中间键 它都是一个Async的一个函数 对吧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写的比较裸露 就是直接去一个Async的函数 注册进来了 然后它上面的U字里面 这个Json 它这个Json返回的其实也是个Async的函数 对吧 logger返回的也是个Async的函数 包括这个bodyposter返回的也是个Async的函数 然后这样的话 每个中间键都是一个Async的一个一步函数对格式 包括我们写的路由里面 我们写的这个user.js里面 这个登录的时候也是个Async的一个格式 对吧 因为每个中间键都是个格式 那我们之前在介绍Async Async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对象 对吧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对象 然后这个Next肯定是下一个Async函数 下一个中间键 对吧 它是下一个中间键 下一个中间键 它也是一个一步函数对格式 那Json它也是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所以说我就可以Await去把它 就这样执行 对吧 有了Await之后 后面加一个Promise 然后这样的话 不就是把这个一步变成同步的写法了吗 所以说我觉得理解中间键 看这一个logger就差不多了 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理解什么 当然第一个就是 一步变成用的可以注册 第二个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路由去识别 像这个login去走这个中间键 对吧 包括我们写的bloglist 是走这个中间键 这个都没有问题 学过了Express都知道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看着logger 我们先获取当心的时间 然后去通过Await去执行Next Await执行Next的时候 Next肯定也是一个中间键 对吧 也是个中间键 然后它也是一个Async的一个格式 所以这跟它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通过Await去执行一个Promise 程序就会再次等待 等待Promise执行 执行完之后 我们再去控制当心的时间 然后去减去之前的那个当心时间 然后就是中间这一步所花费的耗时 对吧 中间这一步所花费的耗时 然后就直接去打印出来 这个我们去看一下控制台里面 那就有这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Post API由子的logger 然后花出了5毫秒 对吧 然后再往后的logger 发货了0毫秒 应该就是缓存了 第一个logger发货了6毫秒 这就是这个地方 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果 至于这个地方的原理 我们在最后讲那个中间键实现的时候 我们再讲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理解的 一个叫洋葱圈的一个模型 就跟我们包洋葱一样 先包第一层 再包第二层 再包第三层 然后它是有这么一个模型的 基于我们后面的那个洋葱圈模型 大家应该就很好理解 所以说这儿呢 就是大家先记住中间键 先记住这么一个规则 其实和Aexpress是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 DPP用子去注册中间键 对吧 这个没问题 然后中间键的格式 都是Async函数的格式 这个也没问题 然后Next的机制 就是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这样执行 这个也没问题 然后区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Await 就是Next 我们的中间键是一个 Async的格式的一个 函数 所以说Next也是一个Async格式的函数 执行它会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有promise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Await 后面借一个promise对象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Eboot用 Async和Await去管理下来了 就写成了一个看似同步的一个方法 对吧 当然路由中 每个路由去执行各个中间键 这也是之前就讲过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也是之前就讲过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所以说中间键就这么些 中间键就这么些 基本上是和Express中间键完全一样 除了这个Async和Await这个特性之外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